选个敌法师跟你刷一刷 然后发现 打不过了 这边是直接进入到第二局的BP 其实Fantic的4号位他的一个节奏其实挺快的 有的时候他一个人可能选个CG 然后去杀别人的输出 有的时候输出不够 我这时候就觉得为什么4-5号位不能去打一个双游呢 我觉得Fantic自己扮了个巫妖这一点也很奇怪 因为1G大概率不会选这个巫妖 扮双刀龙就明白了 对 你只要不选这个巫妖 我觉得1G也不会选美帝要去扮他扮 他应该还是怕自己的线上奔得太夸张了吧 因为巫妖这个英雄 如果说在Fantic他的一个对线 然后说取得优势 EG上很快能够扳回来 但是如果说是在1G的话 Fantic这个经验差距可能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确实酷意着玩的英雄不是双游 基本上基本上就是这两个英雄来回转 对 拿了双游的话EG有一个世界上的控制 选戴泽 一手选戴泽 又是兽王 戴泽加兽王就是 就是围起拉影波 像戴泽配合那种召唤流 或者分身流的一样 应该是这么个想法 对 其实配先知的话可能会更强一点 而且先知本来就契合这个版本 没错 因为兽王你的召唤物要围起来 需要从兽王身边走到对面身边 而先知的话一框一召唤就在对面脸上了 还剩5秒 不过兽王的话是可以配合戴泽 他的小猪的减速 加上戴泽的这个 T 对 两手减速 双减速 减速效果蛮明显的 不过这个版本的话 戴泽比较流行 勁勃奘 不在主题了 冰龙 冰龙确实非常非常可兽王 因为戴泽和兽王这两个英雄 都是物理伤害 对 这就是要是 尸王如果做小人数做得早 把小人数都框进去 那小人数都A死人了 是的 像戴泽这样小脆皮 被冰龙一 这个大招一固定 然后小人数过这A几下 戴泽就没了 这把一技的话 倒是把自己的一个进攻节奏 给放缓下来 选择 那个寒冬飞龙 不过冰龙这个英雄 也是线上消耗能力非常强 大招飞起来A两下 对面基本上是半血 终于开始说 去针对一技的推进体系了 上一把是搬 这个中单英雄 这一把是搬大哥了 搬大哥还有双德龙 对 刚才也讲到过 双德龙 帕格纳 德鲁伊和维塔吉 主要是这几个点 分连这个没法去针对 没错 只能办 自己能针对这两个英雄的 这个英雄呢 他们不会去玩 对 玩的或者说不好 这边是半掉TP 也是考虑到TP配戴责 对 然后配合兽王的一个速推 双德龙这个英雄确实是 不管先手反手 或者是守塔 都是非常强的英雄 这样的话 这个弗莲特克四号位 还是要去点一个进攻节奏 快一点的 因为他们这个阵容 既然配了一个兽王的话 我觉得以主推进更好一点 因为这个英雄非常容易滚血球 没错 反正那个如果可以的话 我就是中单拿黑鸟不错 因为当时 我自己玩的一个恶心的套路 就是中单黑鸟配戴责 开始另外几个英雄配平推 然后戴责无限带 不缺蓝吧 因为有那个黑鸟光环 不缺蓝 戴责无限带 就往前直接平推 对面是很难去防守的 可以考虑去 而且黑鸟比较克冰龙 可以考虑去补一只黑鸟 不过就有一个点 就是如果说你要打推进 首先你就需要的一个点 就是空盾 但是黑鸟这个英雄 因为版本的一个削弱 他现在的法球 无法打盾之后 是弱了很多很多 没错 颁了一手伐木鸡 这个 自己办没啥机了 对 伐木鸡是不是要大胜了 有可能 因为伐木鸡针对的几个点 都是在那里 对 但是大胜又特别怕自己兽王 一个斧子 一眼不合大胜下来了 对 土猫 有这种乌龙的效果 对 那这样我觉得 来这边补了小鹿 他补到土猫的话 我觉得不太可能补大胜了 因为土猫和兽王 都是会看树的 是的 很怕 一旦没有跳 就被踹下来了 不过有一说一的一个点 就是大胜打小鹿 是真的好打 对 补到的小鹿 也是先补了自己的时候推进 还是一技 现在比较喜欢打的风格 前进线上压制 你中心来推进 小鹿好像他的一个二技能 可以去魅惑 这个射王的小猪 小鹿叔都能魅惑 对 然后分身都能魅惑 最恶心了 魅惑分身是特别恶心的 众连体克阵容的话 感觉前三手 其实还算不错 有救人 有先手 也有反手 没错 但是 却输出 这两个大哥 捕输出 很难去捕 对 因为对面的话 有一手兵龙 有一个小鹿 你的物理输出 就很难打出来了 是的 而且 在我印象里面 如果说让一翼 去补一个物理输出 他基本上就是 去打一个刷钱的 一个角色了 这边补到一手蜘蛛 带则蜘蛛 也是召唤物流 是的 召唤物推进 这个蜘蛛倒是配合 这个带则就比较强了 点军团呀 点个三号位 或者是 大哥的军团都可以 这些点军团 你喜欢数多 你召唤物多 对吧 一个打不了 对吧 但是 Smile跟RTG 都不怎么玩军团 对 而且位置的话 三四五是已经定格了 对 只能去补一个大哥位的军团了 看要不要补了 其实这把选破目 其实还可以 对 而且对面有戴泽 戴泽也是比较 客军团决斗的 这个非常尴尬 但是军团是 清这种召唤物 最好的英雄 对 而且可以去防推进 有点纠结 突然补到一手蜘蛛 对面满屏招换物 这怎么办 一级这个阵容 现在他们的一个先手的话 也是只能靠夜魔 对 或者双刀龙肥的话 跳到大招留人也可以 很纠结这一波 不用时间 可能第四手的话 要考虑的比较久一些了 拿了个雪魔 也不错 对 雪魔打蜘蛛也行 而且其实说蜘蛛你有一个隐身 只要这个血量 在这个视觉渴望的一个范围内 对 尤其雪魔打反手非常强 只要你敢往我脸上冲 闭往前一扑 你都要撤 或者你就正面该跟我刚了 但是你正面刚刚 冰龙的后面给一个大招 你往前冲了都要被留住 而且Fanantic 我感觉没人可以去留得住 这个雪魔 唯一靠这个土猫的控制的话 我觉得土猫这个控制 还是比较靠发挥的 但是一技的话 主要是考虑自己反手方面 有冰龙有雪魔 这个手塔能力非常强 然后对面冲脸的话 也是可以及时的断一手 一技现在是考虑自己反手来补力一手 可能这局要打得保守一些了 比较被动比较保守 东飞龙加雪魔 两手防御进 然后其实把这个进攻节奏打快的话也可以 没错 一技的话 会有一个那个外国中国老干爹的那个 外国来高地嘛 对 我破三路都能跟你翻 对吧 这要办那一首帕克 翻了苏美尔的这个法系爆发 之前打VGT吧 是拿了一手火箱翻的 是VGT吧 是的 那一把就是 也是打的蜘蛛 对面也是蜘蛛 也可以考虑拿火箱 因为自己保火箱有冰龙在保 对面不可能冲到你火箱脸上 然后雪魔的D加火箱的话 也是可以打成一个buff流拆塔效果 也是非常不错 看要不要拿这种火箱 动弹火箱 打个雪魔 也是可以打的 而且那一把火箱的话 其实也是对面有BR的一个情况下翻的 没错 其实说对面的那个BR做的跳刀 还有对面还有个雪魔的情况下 两个人都做了跳刀 然后去找这个火箱 还是没找到 还是能把这个火箱的输出给打起来 对 我就说我底 你来吧 等到我火箱无解才我就推过去了 对 搬了拍拍雪魔 拍拍雪 应该是防备外来克雪魔的 还是要不大胜 但是大胜不合适 这支大胜我觉得拿的可能性很低了 对 他们球都是比较克近战类英雄的 这边是一技先补 备用时间还比较多 已经是有一个雪魔的话 再补一手 其实我觉得补充单也行 其实我觉得火箱就可以了 挺好挺不错的 就是配合这个雪魔可以打推进 然后快速的把这个游戏结束 只要是能盯住了兽王的位置就可以了 只要比较兽王直接骑到火箱脸上 还是蛮好去保住火箱的 但本身有个夜魔 两边是兽王有这个老鹰的视野控制 然后一技这边是有夜魔 没错 可以控制一个夜晚的视野 还有半分钟的不用时间 很纠结 菲尔应该是在看那张纸 看对面要打什么 这个纸其实我觉得 弗兰迪哥应该是比较难看的 因为之前打那个东南亚预前赛的时候呢 他是点了一个一号位的蝙蝠出来打的 雪魔这边是增加了自己一手推进 还有刚中面的能力 最近雪魔这个英雄动画 我比较推进 还是先出BQP 然后你再去考虑出电锥 或者是回药的这类道具 因为你必须能冲起来 这把会不会 这个剧魔就是跟上一把No One一样 就是去打一个中单位 然后雪魔的话 相当于是一个服务剧魔的一个情况 就是给你囤野 然后我给你地 然后你去刷 然后把这个剧魔保肥了 然后只要他能推起来就可以了 而且那一把 他也是一个对线打蜘蛛的一个情况 没错 这边是反正这个最后补到了一手DP 也继续增强自己推进能力 而且是有DICE的一个编织剪甲效果 能让DP的大招发挥更大的伤害 DP这个英雄的话 也是一个战装能力非常出色的点 没错 那这样的话是大哥蜘蛛吗 大哥蜘蛛感觉没有中单蜘蛛强 现在中单蜘蛛没有人可以打的吗 对 不过这把打剧魔嘛 有点纠结 到时候他们的一个分路情况了 其实分路的话是挺重要的 特别像Fnantic 如果说你弱于对方呢 你的一个分路一定要占到优势 嗯 这边阵容已经选定了 对 你们觉得哪边阵容选更好一点 可能阵容方面还是更抗一击一点吧 我其实看好Fnantic 这个阵容我比较看好Fnantic 就是觉得Fnantic这盘的阵容集权还不错 但是能打出多少分 那就看他自己的本事了 对对对对 各评本事 Fnantic这个阵容是比较靠DP的 然后依据他们的一个阵容烈势的一个情况就是 他们很难去秒掉这个DP 除非说你的一个巨模是保证了一个无解肥 然后做到像什么跳刀这种能够直接打切入 对吧 能够把这个DP秒的话 他们的一个团队还是非常好打 对 如果是这个雪魔是RTC的话 他总是喜欢雪魔消费一些 就是出个电锤 对 这个我印象特别是出电锤也是刷钱了 对 这个很尴尬 像之前VP的一个雪魔就是做了一个点击手 然后也是在刷钱 然后做灰药 灰药BKB 然后冲脸 开始打 对 因为雪魔出灰药的话 在前中期你只能放臂放大在后面看 你不敢冲过去 然后如果先做BKB的话 是可以帮队友把对面进行冲散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先做BKB好一些吧 那也是期待这个Fnantic的一个表现了 没错 我们把画面交换给解说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次有火猫直播 为您带来的ESL1汉堡2017的比赛直播 我是解说超梦 大家好 我是解说福尔根 感谢赤魂对本次赛事直播的大力支持 因为出色所以出色 全球首款全景光效专业电竞鼠标赤魂1Y720 现已在赤魂官网开启众筹 限量100颗私属客名版 救出专属荣耀 31颗LED组成的7个独立1680万层发光区培你玩转色彩 同时也感谢主将工作室 为本次赛事直播提供的造型支持 是的 我们现在进行到了败者组 一级队阵法兰提克BO3的第二局比赛 第二局的话我们看到两边也是调整了一下阵容 然后是法兰提克选到了一个蜘蛛 然后一级的应对跟刚才VP是一样 也选择了一个巨魔战将 但是这边分路的话可能跟上一把分路不太一样 这边还是一个中路的DP去打 这把法兰提克的阵容就稍微偏中前期一点 兽王的光环配合上玉母蜘蛛的一个单推进能力比较强 再加上一个DP大招推进能力比较强 就是前中间的推进能力很强 但是打到后期的话 由于一级这边是有一个巨魔在 对不太好打 这边有机会有单杀了 而且没有刷野也送不了野 那还没有 刚刚出了服 这边小路就完成了一个单杀 单杀一血 这个戴泽是高估了自己的这个一级的强势 对他觉得自己很肉 还学了一级奶能扛一扛 但是小路 他是学了一级剧毒之处 剧毒之处 然后没有耗过 这小路的话还学了一个减速嘛 对 反正没有跑掉 这个有点出一血出的太快了 对 反弹体这个分路呢 他是选择让兽王在优势路想打优丹 哎 戴泽不跟蜘蛛走一起啊 没有 其实最好的是这两个走一起 小蜘蛛走 小蜘蛛往前一扑 戴泽一口奶 这个伤害是非常高的 对 这个是以前的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组合 但是其实戴泽配上兽王的那两颗小猪也可以还行 但是伤害可能没有蜘蛛这么爆炸 那这样蜘蛛单小路反而蜘蛛被压了 对 这边上路好像还没有扑针眼就已经被压了 对 那这个有点失误啊 不过蜘蛛的这个回复能力很强 嗯 等到等地高了以后 王起来了还可以 对 卡下铺了一张望 其实蜘蛛这边想消耗小路也不太好消耗 对 消耗 他不好A小路 只能是土蜘蛛来消耗 然后你土蜘蛛消耗完了 我开一个自然蜘蛛全满了 还能回来 对 还是蜘蛛稍微吃亏一点的 哎 下路啊 同时动了一下冰龙 冰龙震王 这边是三兄弟过来的 对 相当于腐单提格的两个将游都在下路帮忙 他们这边是想保一个兽王肥 嗯 应该是想压巨魔吧 因为对方下路是巨魔 对 对想去配合兽王去压压这个巨魔 对 巨魔的话 也没压住 巨魔补刀还是很高 然后中路血魔补刀也比较高 这个DP是完全压不住血魔的补刀的 对 自己补刀斧加穷鬼盾 这个补刀完全不成问题 有一个冰龙在想杀巨魔也不太好杀 这几生机 基本上还是比较靠物理输出的 包括这个奶 暗影波也是一个物理输出 对 兽王这个英雄的线上的击杀能力并不是很强 他就是一个战线混线的英雄 不是一个线上比较强势杀人的英雄 DP的话是控了一个奥数神符 夜魔在中路也占了比较长的时间啊 嗯 巨魔这边15-6 冠绝全场 前期如果说反正就想动的话 主要还是要看土毛的节奏 对 但是土毛前期是一直在下路蹲着 这个蹲下路感觉 没什么效果啊 他来中路找苏妙的话其实也不太好杀 他有一个穷鬼盾 也不是特别好杀 除非是提前把血魔的血线耗一好 对 下路的话一个兽王 如果不是刚刚那种机会去找酱油杀 其实也不太好杀 对 上路呢又是一个A不出来的小路 三路都不是特别好动手 不好帮就是感觉 对 这边是巨魔选择 离下换线换到上 但是一击这边都没有怎么铺针眼啊 暂时 蜘蛛魂戒了 准备铺啊 把网铺起来站在网里面回复 下路反而是小路过来之后配合冰龙 击杀了一次兽王 是的 中路还是动了一波血魔 往前追有魔棒 再点一下有波吗 压一波血线 这个波没蓝放没办法 没蓝了 只能是耗一波血 然后等个大步来 这个就是他这一套爆发是只能打残 差一点点杀了 差一点伤害 蜘蛛蜘蛛直接换路了 但是蜘蛛这个英雄换路比较伤啊 他要扑网 对 他要重新扑网 这个戴泽也被击杀了 这段时间一击是三路啊 特别是这个小路的爆发人头 爆发的比较多 对 小路这一局很肥 中路再动一波血魔 这一波是有机会杀的 对 冲塔强杀杀掉了 赌美22刀死了一次 这一波的话 他是把影魂之类带好了 狩王来上路 继续找RTZ的麻烦 戴泽也来了 这个狩王是学了两级的飞斧 没有学召唤物前期 他上一马也是这个飞斧的技能 点得非常的高 主点飞斧的还是比较少的 比较少 对 现在比较吃召唤物嘛 召唤物A起来 然后出一个小的那个勋章 小猪A上去又减速又痛 对 因为兽王这个英雄作为三号位 他是一个比较偏功能型的英雄 召唤物的话可以减速 然后可以提供视野 这个飞斧呢 是个伤害型技能 他就属于是偏打单杀的那种兽王了 但是上一盘我们感觉这个他那个单杀风格的兽王好像效果也没有打出来 不太好 对 我们看一看这一把连续的两把兽王嘛 不可能他打不好一直选两把 可能是有点失误 反正这波是带粉了给一个V 是晚上的一个夜魔 就减速的效果非常明显 但是感觉应该是不太好走啊 哎 正好RTZ近身的一斧头 对 没出被动晕弹伤害正好是够了 他第一时间吃到双残 吃到那个V之后直接TP可能能走掉 能走对 稍微的犹豫了一下 那个撒粉加上V那个减速效果太明显了 基本上是走不动 嗯 这波RTZ来得很及时 而且这个B塔逼得非常的快啊 对 而且这一波有车 看小路能不能把这个车也招过来 然后直接一个两个车啊 是的 一般都是这样的一个套路 兽王这个加点还真的是挺特殊的 一三对点中路在找雪魔 雪魔一个雪之机次魔棒 但感觉还是有点危险 夜魔想隔定行过来救一下 给一个波没波到 夜魔是想给一个V看减速 感觉又追不上就省了一下 对 这个兽王的加点就是很复古的那种兽王的加点 很少见 对 把这个斧头加的上加的等级非常的高 雪魔的话虽然死过一次 但补刀还是最高的33刀 UNIVERS又来上路 6分钟领先1000多的一个经济 线上打了一个小优 蜘蛛这个英雄其实线上很怕夜魔这种英雄带着粉货来 很容易杀 对 而且依依这个蜘蛛打的是个边路蜘蛛 这样他对于野区的利用就没有中路那么高了 他不能够快速升等级去打远古 对 我们之前看马桶哥的那个蜘蛛 他的等级是非常高的 对 因为轻远古轻的很多 就是他中路不管对谁 不管对方飞不飞 对我一定不会穷 对 这样一个思路 而上一把的话他是打VP那个巨魔 他想把那个远古让出来给自己TP补 所以那一把是死的有点多 对 中路这个DP扛了好长时间 但最后还是没有扛住 对 三个人动手没有人过来救 土猫的话是找了一个角度滚走 小路这边也击杀不掉 这一把戴泽的话基本上是不能动的 所以动起来的只有这个土猫 所以弗兰迪克这边想击杀必须土猫的技能释放的特别的好 不过这几轮看起来这个土猫基本上没有什么滚空踢空的这个操作 只不过线上人不太好杀而已 对 他搭的这个英雄不是特别好 蜘蛛还是一个裸暗面不要鞋子 对 但是这个暗面的速度就差很多了 我记得应该是第二盘的时候马桶那个暗面八分钟就出来了 特别快 然后第三局九分半 他这个蜘蛛现在七分半经济存款只有800 他一个锤子都没有 一个粉粉到了 但是这个位置不是特别的好 不然冰龙也包了过来 你可发现马桶哥蜘蛛它基本上不会浪费时间 就是这个小蜘蛛要么在打钱 要么在这个收线 就是他会放弃这种跟你纠缠的时间 全部利用过来打钱 你看意义的话它可能浪一会儿 对有一会儿挂机的时间 对 血魔夹腿 这边DP的相位鞋也是出炉了 控一个双倍 七级流了一击技能点 打野爪的一个血魔 直接放血 双脚游都来了 DP的话直接开大 想往前给星魂巫术 土猫滚上来掩护一下 一脚踢一个沉默都给到了冰龙 反身星魂巫术给上 但是还是不太敢追 甚至还有血魔大 然后现在的话是血魔大消失 他双倍好像也激活了 这一波兽王还靠了过来 有光环在 开着雾 BG这边是没有看到 给了一个V兽王想吼 但是距离不够 不够 其实有光环在这种开悟的时候 一看光环就能看到旁边有人 对 稍微细心一点 这样反正的这波四人爆弹强推 是没有成功 被第三个人守下来了 两边来的人都很多 那这段时间是要给我们蜘蛛 一段比较好的发育时间 这是意义的一个 第一次用蜘蛛 他现在是用了77个不同的英雄 我意义的英雄池确实很广 还是比较广的 作为一号别来说 这种艺术家的英雄池都是非常广的 被发现了一个兽王 跑得很快 吃了很多个彩虹啊 就还是被击杀 夜魔慢慢包裹 临死前把小旋章做了出来 Universe小龙这一局是无解肥 401的数据 给他出门就拿了个医学 对他来说 这个提升太大了 对 小蜘蛛是直接开了大招 但是不能去穿越树林啊 小蜘蛛继续跟 冰龙在飞个地形 他也没蓝 这冰龙应该是必死的 没有网了 聚模过来掩护一下 这冰龙没死 必死的 没有 没有死 没有死 因为他这个塔的上面是没有网了 他没有办法再穿过去了 是的 而且我刚刚看他没蓝 主要是我觉得他可能要死 聚模过来掩护了一下 冰龙这一技能 他是飞的时候不破树的 他落地那下才破树 才会破 对 一母蜘蛛还要进来找 逃得过厨余 逃不过15 兄弟我又来了 一母蜘蛛也是梅蓝土蜘蛛 对 他现在魂界也CD 但是这个网铺的是非常多的 对 上路铺满 但是聚模在附近啊 在等一个CD 聚模还是把这个fear掩护回去了 其实这段时间 这一一浪费的时间就很多了 是的 他这个蜘蛛真的浪费了很多时间 他想杀人又杀不掉 也没有办法发育 下路吼住 但是凭A没输出啊 A不出来 还好一脚踢 还好一脚踢 没有这脚踢 这小路走了 对 这波也是 满级的一个不可侵犯 对 小路第一时间没有马上TP 这样E这个蜘蛛打完之后 他是一个线上很穷的蜘蛛 只有2900的一个经纪 还没有受王费 这个蜘蛛就感觉没什么作用了 因为蜘蛛这个英雄 他其实就是靠着自己 机动性好 刷钱快 打一个装备领先的 对 那这样的话 你拿什么跟聚模打呢 是的 本来支配能力就没有聚模强 对 靠装备领先的 然后这个英雄后期成长先又不好 现在线上装备落后 这个就 比较尴尬了 对 比较尴尬 这就还是只能靠这个死亡先知了 对 死亡先知如果能刚得住的话 把这个空间拉扯出来 让蜘蛛找一个好的时机切入 可能效果会好一点 嗯 而且这一把中路DP 其实也不穷的 对 装死亡先知发育还可以 对 苏妙也是早早地去farm了 要直接做一个电锤 对 再考虑 他的这个出装跟 Immortal QO的那个出装很像 对 很喜欢出个电锤 强化下带线 有土猫在 滚空 还有一脚踢喜欢巫术有减速 再一脚踢 应该是比较好杀了 这一波是RT自己一个落单啊 对 这个时候死亡先知跟土猫的法上还是比较高的 对 然后趁机上路塔可以摸一下 原来DP是没有蓝放大 蜘蛛自己摸就好 第一件道具 应该是推推或者吹风吧 这个兽王还真的是一三对点 把斧头生满 生满 生满给个兴章 然后给个刮斧子 伤害也比较高 对 他这个斧头弹小路还是伤害挺高的 然后再配合一个暗影波 对 直接秒了 对 直接秒了 伤害非常的高 这段时间 本来提克连续的两次抓单吧 把这个经济差慢慢再缩小 人头也在紧追 第一件道具还是吹风 这个DP 日元一记眼看到了土猫的位置 到了晚上夜魔是想带着兵龙一起找找节奏的 夜魔的话也是从野区来到了线上 这段时间还是羽慕蜘蛛在慢慢发语 13分钟 他的这个暗影还没做出来 对 14001663000还差个400块 感觉玩的还是不太娴熟 毕竟是第一次用 没有那么溜 马桶哥的那个蜘蛛刷的是真的快 对他是那个蜘蛛好像是之前 Liquid在打TI之前找了个陪练 就找了个欧洲的那个蜘蛛绝活哥 相当于教他怎么玩嘛 对他就是跟他学的 我觉得他们这种好学的精神 值得我们学习是吧 对值得我们学习 但是我们我们找不到那么顶级的人 陪我们练 找狗黄学米波呀 青虾线 这边冰龙 冰龙也6了 反正这一波开悟 四人我把视野铺一下 直接让塔后可能要撞到这个苏苗 苏苗直接把悟破了 两边都有人 扛枪的是谁 技能全交 又使时间秒杀 直接秒杀 他这血量太低了 对 小路血量上限 他主要是力量成长太低了 他满血可能现在也有1000 这几个技能实在扛不住的 这一波的话是DP有大的 不少的小蜘蛛 要过来强势摸一下这个阿尔塔 这一波 哎呦 这个大招 小蜘蛛 刚刚好 直接把狮王咬死了 这个大招放的眼几手快 非常漂亮 Fear 看得很准 对 感觉不费吹灰之力 对面死了一个 是 小蜘蛛挠挠挠的还是有点痛 开了个塔防 踢人过来守一下 对 而且冰龙的话 二技能是CD的 所以清不掉这个小蜘蛛 一级这边的AOE 就是一个巨模的宣布飞斧 在配冰龙的一个 海鸣碎片了 对 没了 之前就是有段时间 兽王加狼人这种死灵书 光环流比较流行的人 就是用冰龙来克制 看准时机 在这个死灵书周围 大一个人 这个死灵书疯狂A那个人 一会就A死了 死灵书的那个攻速还特别的快 对 那段时间应该是液体特别强 那段时间 当时他们的那个三号位 就是当时那个液体的配置 跟这个液体的位置 完全不一样 我记得是中东那个发塔 他喜欢打一个DP 然后也马桶哥的那个狼人 狼人当时是绝活 对 然后再将一个兽王双死灵书 配那个DP的推荐 我当时特别强势 是的 然后那段时间 也是跟威斯一直在叫板 就一想 这个时间也过得很快 对吧 是的 兽王还是要做引刀 对 出装的思路还是挺独特的 不过这把 他好歹出了个小勋章 过渡了一下 对 而且带动了几波不错的干客 杀了几次小鹿 这个小鹿前期还是比较肥的 小鹿本来是经济第一的嘛 干了两波之后是直接落到了第四五千的一个经济 嗯 玉姆蜘蛛也慢慢跟上来了 对 一记的这个三颗还是要发育 巨魔要刷一些装备 雪魔也需要刷装备 小鹿的话还好一点吧 对 他现在这个输出其实也挺高的 哎 还是小蜘蛛 漂亮 费尔单杀意义 这个一个酱油单杀大哥啊 这个一个酱油单杀大哥啊 这完全就是以那个太极的那种啊 接力打力对吧 是的 我用你的人杀你 对 哎 这个费尔灵性啊 有点叹为观止的感觉 这波夜谋有大已经破误了 给一个B 给了爹的话 他自己藏那些时间藏到顺利门 应该是能知道的 先把这个塔摸掉 是夜谋不开大吗 感觉不用开大 应该是直接能杀的 哎 但是这个位置想踢一个葫芦啊 他没踢到 踢到了应该是串一串藏葫芦 刚才破误开大直接飞的话 应该是能看到戴泽给一个 给一个那个沈默就秒了 对 这波还是想拆塔 他们的第一时间是想把这个塔摸掉 嗯 雪魔雷锤 也是加强了一下刷钱的一个效率 带线的一个效率 然后直接要补BK比 BP已经吹风在手 第二件道具也是个BK比 现在的话一记的主要的输出 小鹿的输出其实是最主要的 A一下很痛 哎 感觉小鹿配巨魔 巨魔开开大这个小鹿的攻速又 也会有提升 对 对 也是有提升的 雪魔再上个D对吧 这小鹿后期武装一下还挺强的 三号位发挥的好的时候 你整场别的位置就打得特别舒服 对比较看重三号位的这个发育和四号位的节奏吧 对 这边死亡先知交大招强行拆 这个一记好像也不太好 这边要守 这边冰龙的大 雪魔有大 夜魔也开大 这一波想打 雪魔大应该是没事也没给上 这边不太好追 但是已经包过来了夜魔 但只有夜魔一个人 后面一记的人全来了 一个V要打断 还撒了一个粉 直接秒 哦哈优 哦哈优阵王 Crate还在往前追 这个TP打不断 应该是要追这个戴泽了 打了一个零环二 DP是走掉了 这边 还得得也只能拖一下时间 这个人头苏妙看都不看 诶 上路冰龙又来单杀蜘蛛了 诶 没有 这过是过来 请收一下塔 诶 再杀一次 我感觉依依先 等会见到菲尔又恐怖了 有点 犀利恐惧症 诶 平时问你一个酱油 没经济可以单杀我啊 蜘蛛020 现在只有一个暗灭 但装备不领先 下路去用退一波塔 逼个塔房 他现在输出很高 但是很脆 1100的一个血量 RTZ就直接把下路的二塔 直接破掉了 对 双刀也快有了 风脸双刀 9100的一个装备 虽然没有 NoWan那个剧魔肥 但是发育也是不错的 NoWan那个剧魔 不是说从那个 17年6月 还是17年7月开始 补到最多的那个剧魔 是吧 啊 就刚刚也是那个小提示嘛 啊 提示给的 意义和拍电 打了887场的比赛了一起 对 因为这两个选手 好像是从C9的开始在一起 对 秘密也在一起打 对 老搭档了 感情很深 可惜现在这个 成绩不是很好 对 现在这个 目前的成绩是不太好 蜘蛛在上路站的时间非常长 他基本上没动过 嗯 风脸的话 风脸20分钟才拿到 对 有点慢 不过还是有点成效 二塔带掉了 这边BKB 还差的比较多啊 雪梦 扫描了一下肉山 看有没有偷盾 有没有扫描到人 嗯 在蜘蛛暗灭封脸之后 就要防一下这个偷盾了 对 有了一个暗灭剪甲之后 再加上有一个兽王的剪甲 还有带泽的一个剪甲 嗯 小心一点 打伤很快 一技掌控军兽 应该想的是抓人主动来碰盾 会比较好 把这个盾先打掉 而且20分钟 晚上一技要打得更主动一点 对 他们有勋章雪梦加剧魔 打的也非常快 也非常快 就是剧魔是个单路能力 非常强的一个英雄 对 雪梦可以给肉山上一个异伤 对 两边现在是围绕着肉山 把视野扑一扑反一反眼 控制一下这边的一个视野 对 小路招了部车进去看着 有小路的话 就可以扔个野怪 直接扔进去 嗯 现在因为雪梦跟剧魔正面没有BKB 所以还不是一技最强势的时间 想等一下BKB出来再打 对 然后反正提克什么时候打主要就看兽王什么时候想抓人 他们主要还是要靠兽王来抓人 最好是兽王和DP一起来 兽王大吼 抓住一个人之后 配合DP的大直接把塔 对 所以他们可能现在不太想来上路的 想去这个下路或者中路去打一波 因为上路没塔了 对 都推光了 你也不能直接一波上高 巨魔的BKB速度也很快啊 对 巨魔出封脸之后刷的是很快的 现在一技术就等上BKB 先跟对方僵持一下 只要保证蜘蛛不偷盾就可以 微光的一个冰龙 他单杀一那一波应该是拿了不少钱 对 他上路连续两波打到杀人 一波杀兽王 一波杀了蜘蛛 这边一技是自己原来控盾了 想过来打一下这波盾 尝试一下 还是挺快的 对 血魔给肉杉上一个地 给巨魔上一个地 打得非常快 这还没有给勋章呢 夜魔再过来给个勋章 开一个大直接撸死了 直接打掉 那巨魔带盾 两边塔的数量其实是一样的 这种反弹就打的 他们自己打的也不是很着急 对 这边也被抢了 哇这个矿有点多啊 三波至少 三四波好看着 好像是个三波 两波大龙 然后一波那个蜥蜴怪 对 全被抢掉 那这一波空盾之后呢 因为有盾在 所以可以考虑 不等BKB直接打一波 但是上线被逼到了高地 下路线也不好 上路玉母蜘蛛 那个线带的有点很深 对 还想强推 巨魔拆的很快 应该是只推一个二塔要走 对 拆掉 然后把上路的先带一带 逼上路的他 上路是一个兽王过来带的 嗯 玉母蜘蛛还是在野区发育 他占人家野区占了时间好久了 对 但他这样打 这种野的效率 就没有打远古来的快了 他这玉母蜘蛛是不打远古的 打远古的话 你等级会特别高 对 远古经验值很丰厚 这个野区因为被砍过嘛 所以经验已经是很少了 关键是他野区队友给他拉的 他没清 对 对他没有打 那有点太伤了 BKB还差个卷轴 BP是先拿出了第一个BKB 嗯 但是死亡先生出了BKB呢 也只能是保证战装不吃技能 面对巨魔的BKB冲脸 还是受不了 对 只能是戴泽帮忙 是吧 给个博葬 多扛一会儿 对 巨魔开大的物理输出 爆发太高了 这一局夜魔肯定会照顾戴泽的 他最好的就是第一时间给个沉默 对 或者说需要激活秒人的时候 把沉默给出来 反身一吼 但还是走不掉 人全来了 DP也过来了 小鹿第一时间是吃了DP的大招 伤害非常的足 好像有点奶不回来 但是敌人也沉默了 冰箱小鹿一下 没死 这一波是奶回来 双重的一个奶 再给新闻无数 还是想靠大刀去追 放大救了一手 就是两个大 巨魔的大也给了 对 两个大让这个死亡先生定身 救他的universe 小鹿也是没有想到 自己踢下来 周围全都是Fanatic的人 对 没有什么视野 那么薄的一个血量 将两口奶活下来了 Radiant are scanning 哎呀 是没了 这波如果运到的话 应该是可以反打的 对 小鸡是提前被杀了 对 这个小鸡好像是正好飞到快道的时候 他人死了 对 然后 拉了一下小鸡 结果小鸡也被对面杀掉了 再起来就没了 很伤 对 相当于他的BKB要晚一个三分钟 对 就是人死了 BKB时间还要被拖后 而且这一波他的盾也掉了 是的 RTZ刚刚一个人带的有点太深入了 对 这波跟队友脱节了 队友在野区对蜘蛛动手 然后自己被抓 就看他死的那个位置 附近一个队友 还在圣塔的那个位置 来救他太难了 血魔的BKB也有了 他击死了 那要再等一个三分钟 对 不过这个局势对一技来说 其实还可以 可以接受的 还是打到了双核BKB的一个强势期 靠着这两个BKB 看一句怎么去扩大这个优势 兽王引刀过来的 在等队友 带泽再慢慢来 破人一击吼住 有机会单傻 一脚踢 是的 土猫的这个控制 除了兽王唯一的一脚控制了 还是跟上一把出双思路一模一样 除了多了一个小勋章 对 他为什么这么喜欢玩捕 这个死灵书呢 我是不太理解 这个时候他我觉得出一个 出一个祭品都比死灵书要好 这死灵书打到后面 其实作用真的很弱 又是跟上一局一样 上一局是对面双核BKB 他出了三级书 对 然后这局对面双核BKB 他一级书还没有 对对对对 对面BKB他开始出死灵书 这个 不如去舍弃这个道具 对 而且上一局你说对面有个泡沫 你出了死灵书反应还能接受 这一局出死灵书真的没什么作用 对对方就是形成不了什么威胁 死灵书还挺贵的 对吧 对 送的钱还挺多 对 出装思路有点固化 BKB的蜘蛛 这段时间补得很快 一万二马上追上RTC了 无压力发打得好开心 就死了一次 他的移速比较快 而且可以无视地形 所以他这个打枪效率会变高很多 就类似于相当于有个Blink 对 其实差不多 因为Blink很多时候也是为了穿越地形 对 他这个小蜘蛛的骑射 也不比狂战斧的建设差 就是身板太脆 对 有个地法师不一样的话 他的正面能力比较弱 对 他正面能力就是依赖他这个装备压制 对 没有装备压制是打不了正面的 其实地法师也差不多 也得装备压制 地法师装备一般的话 也是不敢打正面那一波的 所以才有三万地法一秒躺的这个故事吗 对 输出高但是本体脆 夜魔这边想找一下 没找到 踢走了 这个飞的有点早 这个位置一击又是放了正下眼 一击这个眼放的还是蛮准的 对 总是能看到蜘蛛的位置 他能够猜到蜘蛛大概某时间段是在哪一片 在哪个区域打钱 对 猜得很准 啊 进攻BKB到手了 那这样一击应该是要打一波 这一波是他们双BKB 双BKB 不过反弹剃克也是双BKB 只不过这双BKB 一击的双BKB 可能充脸会更厉害一点 再咬死巨魔跟着蜘蛛在跑 但是感觉不痛 这一波的话是没有了DP的大招 配合上小蜘蛛上来摸 一个脚踢躲开 巨魔是没有BKB不太敢太凶的 往前刚放一个飞斧 往回撤了 这塔感觉上被磨掉了 摸的速度很快啊 反补了还 想留一下人 吹风 把DP踢走然后自己撤 但是踢的位置好像不太好 要吸到凹槽里了 博葬 没用 所以说博葬是没用的 还是要死 想拼一波人品 差了一点差了一点 黑死了 这样戴泽可能也要是不是被溜 土猫还在 能不能救一下 应该土猫应该要气子有跑了 戴泽有博葬 把戴泽踢走 自己跳走 但这样他可能两个人都走不掉 再给个博葬 土猫是可以走的 戴泽是走不了 野萌还想追 还真追了一下 但是再滚一下 他这个沉默是晚了一点 已经滚出去了 巨魔觉得刚刚那一波追没追上 补了个伞尸 直接回头来空盾了 对 再打一波肉山盾 其实本来那一波 弗团体格打得很漂亮嘛 击杀了一个苏妙 然后塔也摸掉 但是走的时候 有点不太果断了 刚才那波一技也是 急火没有急火到一个点上 巨魔去追蜘蛛了 然后血魔大的是死亡先知 就是巨魔BKB那波是用来追人的 没有去打人 他最好的就是 血魔给谁大 巨魔上去找谁打嘛 对 你这样那个人肯定不能动的 刚才巨魔其实可以 可以去打那个 开着BKB的死亡先知的 对 他没有去打那个死亡先知 还去跑那个找这个蜘蛛了 然后最后发现 BKB没来之路 是看着BKB的蜘蛛 在追那个苏妙 对 因为巨魔也是一样 BKB结束之后就不好输出了 对 血魔这个英雄 如果队友没有给他创造一个 他其实也没有什么输出能力 对 大到了一个冰龙 有机会杀 冰了一手 在一个波还是没死 新闻巫术给上BKB开着 冰龙第一时间阵亡了 戴泽伯葬救了一手死亡先知 RTZ的BKB马上要没了 小路是边退边给彩虹 还差两下 直接跳刀跳上高台 这个主张很灵性 但是伞尸给到了一个兽王 漂亮 土毛一个跳梯救回来 然后自己滚走 抛作很精致 对 滴滴是土毛打的还是很溜的 这个死亡先知是自己出了一把跳刀 对 这个出装感觉是像那种 开大跳进人群当中 开BKB也开西闻巫术 吸收你全部伤害的 跳大冲脸那种感觉 对 跟BKB可以配合来用 这波一技不太想走 还想打 但这边BKB都是CD的 有一个盾的优势 有盾有奶 这波应该是死亡先知没大 你想利用一下这个机会 对 兽王的大杠也吼过了 我兽王的大杠可能恢复的要快 卡的血量也不是很高 看等下一波的兵线 这边清兵线的话 兽王一斧头 加DP一波 这个兵线也就没了呀 不太好 不太好 顺着这个兵线往前走 冰龙活了 赶过来 给个B 打晕了 打晕 直接秒了 没有给活葬 没有给出来 是被沉默了 缺之祭司 打中了 那这样的话 应该是顺利的破一路 对 一个塔坊也不能埋活 43秒的一个复活时间 吹风 但是不影响 几乎晃大招 哎 跳咬 强患 RTZ是把BKB开了 这一波的意义 BKB冲脸有点强 吃了奶酪 冰了一手 巨魔是没有BKB的 暂时反打 给到了伯藏 伯藏救一手 但现在 一一的大招也CD了 所以现在输出有点不足 73秒才能活 不能买 对 这是一 这是一步很好的机会啊 这一路肯定是可以破 哎 DP还往前冲 小路两标 小路的输出太高了 这就刚刚是巨魔开大 他给那个标的效果啊 对 好 攻速非常的快 破了一路以后 一击球远先撤一波 拆胜弹 碰个RTZ 那个BKB开的是有点不应该 但血量很残了 没必要开那个RBKB的 对 蜘蛛追身之后呢 被这个雪魔低扣奶酪反打 蜘蛛这个位置也比较尴尬 勾引出来了 回不去了 哎 这一波是想开 我直接反打一波 趁着蜘蛛不在 高地有视野 对 但是你这个夜魔开大 反正挺是没有意识到啊 吹风直接给一个雪之机 四秒了 直接秒了 而且不能买活 对 我看 这个巨魔开大小路的输入真的好高 我觉得比巨魔本身输入高好多 中转下直接 直接两路了 两大哥都不在 只有一个隐身兽王 怎么办 你现在就像兽王吼到人也不太好杀 对 没办法 剩下三个功能型酱油 大哥都不在 眼睁睁的看着 这一标半血 走了走了走了 这样 Fnante又是给了一击一波机会 对建筑物的伤害 巨魔一个人是一万 一万 这个英雄摸塔摸的太爽了 对 巨魔这个英雄 他就是有一定的发育期 但是成长起来之后 真的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英雄 你只要打赢一波团 不管是在野外 还是在高地上 他都能完成推塔 对 就是他可以杀人 可以推塔 可以空盾 什么事都可以看 对 所以他的成长性很高 对 就是有一定的发育周期 对 之前的话都会配马格纳斯 这种就是能够让他发育快的英雄 对 这个版本的话 马格纳斯的上场率是慢慢变低了 对 但这个东西有封脸 对 封脸这个道具 这个版本好受欢迎 下半本估计要被削了 马上了 1号 这个系列赛打完 应该就要更新新版本吧 对 不过 威瑟本来就拖 我不知道 那个11月1号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今年是吧 对 这样一技是一波破了对方两路高地 这个局势就比较稳了 11000的一个经济差 对 他可以利用这两路的经济 更新一波装备 然后再来 然后稳稳地把上路二塔拔掉之后 再等一波盾 哎 这个 这一局的话反显提格打到后期 一个正面能力不强的蜘蛛 加上一个出死灵散的兽王 又是有点 看不到翻盘点的感觉 对 现在感觉 唯一比较可靠的就是 变装 对 能够救到队友 夜魔也更新了一张 可以空视野 两边这个酱油有点偏 这个土猫怎么这么肥 我也在想 这个土猫居然有1万的经济 他前面是哪来的 418的数据 数据确实不错 而且这一把 这个戴泽 其实包眼应该包挺多的也是 3000多的一个经济差 他可能解放的比较爽 上路过来逼二塔 二塔直接拔掉 这个二塔破的没什么悬念 这边一计划可能也不等盾了 直接大刀甩到蜘蛛脸上 蜘蛛你咬谁 巨魔的话 反身跟蜘蛛队 打出了一个 没给搏葬 死亡先知这边 也没用 也没给搏葬 自己的队友根本就没有跟 这队友就走了 全在后面 兄弟你上我们错了 前后排脱节 直接打出机器 直接打出了一个机器 他们是第一时间看到 一部蜘蛛死了之后 就没有想着再上了 感觉打不了了 对 DP一个人进去冲了一波 机器了 这两场比赛看起来 确实是 实力有差距 对 这个队伍的实力 来打Major或者Major的比赛的话 还是差一点 对 毕竟是一个顶替出现名额的队伍 对 他后面还要去打一个 DOTAP的 就是顶替Melitsky去打DOTAP 我估计可能结果也不会太好 不会太乐观 希望回去以后能有所提高 最好 还是2比0战胜了Fanantic 跟我们之前预测的这个结果没有太大的出入 对 这个实力差距比较明显 对 而且两局感觉Fanantic自己的节奏点也比较模糊 像这一局跟上一局差不多 他这个阵容呢也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强势期 而且瘦王这个出装我始终是不能认同 他两盘都是在对方核心BKB的时候开始出死灵书 或者输到死灵书 对 没什么作用 他到后期瘦王也变成一个降游的位置 感觉还没有土毛用处大 对对对 不过这把土毛那么肥真的是没想到 不过他那么肥好像没什么用了 也无济于是毕竟是一个降游 双核的支配能力没有对面强 而且意义这个蜘蛛前期其实也挺惨的 就是中期补起来的 对 但是我们知道蜘蛛他不是一个靠中期补去后期carry的英雄 他是要前期压制中期带走对方的英雄 就是他的这个用蜘蛛感觉是队友打架给他拖出来 一定空间的去刷 帮他争取空间 对不是他去打架帮队友争取空间 完全不一样了 那我们也是在这个休息之前插播一下广告 玩肉血江湖精彩活动等你来 扫描屏幕右下方二维码即可下载游戏 我在游戏中等你 火猫直播招聘DOTA的赛事运营 只要你人品过硬 吃苦耐劳本科学历 实习生及应届毕业生均可 简历请投递至下方的邮箱 快来加入我们吧 那我们今天的比赛应该是 今天的比赛好像中国队只有牛逼打 明天的话 明天是KG的败者组 对明天是KG打一个SGE 对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 对 因为从第一天表现来看 SGE是被碾压的 然后KG打VP其实还是有机会的 对线其实优势 然后中期被打回来了而已 就是感觉明天的话 还是希望KG调整一下 自己打VP的那个状态 拿下SGE 看争取后面的比赛 再打出一点成绩来 是的 我们也是来看一下 刚才精彩回放 核桂采 这支约有一 sembem새的比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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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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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